在澳門說起平價壽司 通常當然是馬上想到10元4件的包裝壽司 現在好像不止這個價格 不過除了這些壽司之外 其實還有一種叫做人情味壽司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壽司阿姨 就是其中一位表表者 壽司阿姨的地理位置 真是… 不太優越 它的位置就是下環街市後面的環街 不過正正因為這樣 它的壽司都以相對便宜的價錢來賣 你看看 最便宜8元 最貴也是10元左右 就是一件拳頭這麼大的壽司 如果你想吃的味道沒有現貨 但又想吃的話 阿姨就會馬上再做給你的 選擇方面大部分都是以海鮮為主 有時阿姨就會按這個時節 推出一些特別的食品與時並進 例如這個蟹肉壽司和士多啤梨沙律 那味道方面呢 它的醋飯相對就黏口和比較甜的 是學生哥會喜歡的味道 它的招牌賴尿蝦沙律 就算賴尿蝦包滿沙律醬 仍然可以吃到它的賴尿蝦的鹹鮮味 蝦沙律它不是外面切碎它 而是將原隻新鮮的蝦包在裡面 在現在這個世代 什麼都講求快的時候 一間小店自己會買新鮮的海鮮回來拆殼做壽司 吃的不單單是味道 而是壽司阿姨的心血和誠意 這份情是值得我們尊重和支持的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